近十万块积木 以1比220比例 拼出上海乐高乐园 不仅有乐高城堡 还展现独有的江南水乡风情 上海乐高乐园 预计2025年暑期开源 特别规划悟空小霞主题区 是乐高首个 以中国传统故事为灵感 所创作的IP 欢迎来到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 大小朋友和乐高玩偶一起跳舞 第35届上海旅游节14号开幕 放大25倍的乐高乐园花车 首次亮相 孙悟空造型积木稳稳坐在车头 挺漂亮的 对 然后就它色彩都挺好看的 很多这种乐高圆 是一层层积木的 我非常期待明年乐高开源 到时候会和我朋友一起去玩 位于上海金山区的乐高乐园 目前土建工程已全部完成 核心游乐设施进入安装阶段 今年第四季将开启演绎布景设备 和游乐设施的调试工作 人员招募也在进行中 我们会为员工除了提供一些 具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之外 我们还会提供内部折扣的 想象一下自己在满眼都是 积木的世界里面工作的这种感觉 已经都是不可替代的一种福利了 除了上海 广东深圳和四川成都 也都在建设乐高乐园度假区 背后的英国梅林集团表示 看好大陆未来市场 不过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1至8月 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5801.9亿元 按年减31.5% 比1至7月跌幅的29.6%还要大 华尔街日报就指出 许多快国企业不再将大陆 视为投资首选 北京则继续放快外资市场准入 希望重振市场信心 TVBS新闻罗士鹏 蔡依杰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